直接就把上個禮拜 就是這樣例年切到折線圖的 類似的這個問題 因為基本上它的架構都差不多 包含就是說它的工作表 工作名稱換一下 然後範圍有沒有 資料的範圍換一下 還有用的圖就不是折線圖 那就圓形圖有沒有 然後輸出的範圍一樣 這個不改 然後標題可能要改一下 那另外還有一個地方要改 所以我把它改改正之後就是這樣 幫我撰寫VBA程式開頭 將各區比例圖工作表 所以這個是一個工作表 的A3到B15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是應該A3到B15範圍 跟他講這是我的範圍 然後呢 重點來了 這個叫資料標籤 資料標籤我們之前本來沒有標籤 按右鍵 我們可以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直接就新增圖書文字 有沒有圖書文字加上 這個比較簡單 如果假設你不是圖書文字的話 就比較麻煩 你可能按右鍵喔 你變成你要新增資料標籤 那你就要做很多設定 所以我看喔 看能不能查一遍如果可以的話 那就直接幫我加這個 資料圖書文字 這樣就可以解決了 但是我不確定說它是不是能夠幫我做到 反正我們就試試看 然後呢我就把這個問題改 那另外炸開 這個比例最大者 炸開嘛 那因為這個敘述 如果用分開 我怕說它不見得知道 因為炸開這個名稱是 英文直接翻過來的 因為英文的它的名稱就expulsion 那我們試試看喔 那輸出的範圍這個一樣 標題這個改一下 各區比例圖 然後標題顏色大小 初體標獨立 這個都一樣 所以我把這個問題 直接就放到那個chartybit裡面 請它幫我試試看 OK 所以我把它描述一下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讓它去跑跑看 看它能不能真的幫我寫出一個VBA的程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喔 底下當然我們先看一下描述對不對 這表示它知道我要寫一個VBA的程式 然後會將這個工作表 所以這個應該也是對的 它知道這個是一個工作有名稱 A3到B15的資料 繪製為原型圖 這應該沒問題 然後它整理一下 並設定標題 這標題沒問題 樣式 就是紅色字嘛 18號加初體 這個也沒問題 然後資料標籤 這個沒問題 它有加 以及比例最大的一部分炸開 它應該也懂我意思 好 這樣應該看起來沒有問題啦 不過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程式一樣複製 OK 底下我看一下 它這個還多寫一個 它還避免為了重複 防呆有沒有 它還先幫你把舊圖刪掉 因為你比如按一下 然後你又按第二下 它就先把舊的刪掉 產生新的 然後範圍部分 這個是資料來源 所以它產生一個圖 這應該也沒問題啦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理論上這看起來 這個炸開這邊也有寫 看起來好像沒問題 好 複製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邊有跟你講 炸開比例最大部分有沒有 這邊就是expulsion 有沒有 然後等於15 15的話呢 這個數字到底多少 不知道 所以未來如果你假設炸開 太多了 你就把數字縮小 太小了你就增加 OK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可以調整的 那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寫這麼多有沒有 這個大家如果你假設 一般人叫你要自己 寫出這麼多程式喔 哇 那真的是很困難 可是我覺得這個地方 那個chartyp真的 好像感覺沒有費什麼力氣喔 就幫你把程式寫出來 這簡直 以前根本想都不想 不敢想 以前我們要怎麼寫 哇 以前光寫這些 真的是很要命 這個要寫得出來 不太容易喔 把它複製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是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我先把這個 舊的圖先刪掉了 OK 然後我把剛剛的程式 貼到我的那個 Visual Basic 那我先開那個 開發人員好了 自動 這個 其他命令 自訂功能區 把這個開發人員打過 然後一樣呢 叫出我的Visual Basic 那我的程式在 Module裡面這邊 那我把它貼到最下方 貼上 OK 那我們來跑跑看好了 OK 那理論上呢 當然因為字太小了 所以我把字工具選項 拽寫風格 至少會放到12好了 OK 好 再來的話呢 我就讓它直接仔細看看 檢查看 當你在跑之前 至少你要先檢查一下 它的工作表名稱對不對 如果這個名稱跟這個名稱不Mage 那這一行一定錯 其他的話應該就比較沒問題 OK 試一下 執行一下 所以很關鍵 會不會一次就對 不知道 欸 真錯一下 OK 所以它這個地方出錯 它為什麼 清除之前 避免重複 它這個如果裡面完全沒有 那就沒得刪 所以這一行喔 是多餘的 所以我看你乾脆把這個 把它Delete掉出來 因為它會先刪掉舊的 可是裡面有沒有舊的 沒有舊的嘛 所以這個地方就刪掉 所以假如你將來喔 執行之後發現錯誤 沒關係 按真錯 那你先看一下這個地方喔 的程式 你用邏輯判斷 你大概就知道了 欸 它為什麼會出錯 因為這邊裡面沒有什麼 沒有圖啊 這個叫圖形物件嘛 有沒有 它沒得刪 所以怎麼辦 把這一行刪掉算了 這個就可以Delete掉 OK好 那再執行它 再針錯 看一下 它有沒有出現了 有出現了 有沒有 那錯的話是錯這一行 它這個地方的話呢 顯示的錯誤是什麼 它說這個地方 形態不符合 形態不符合的話呢 這個 如果你假設暫時看不出來 到底哪邊錯喔 那我教各位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直接怎麼樣 把這一行刪掉 或者是說你直接在前面加個單引號 也可以 一般我習慣 因為刪掉你就不知道為什麼會出錯 所以有的時候呢 你可以在這一行前面有沒有 加個單引號 那這個單引號的話呢 表示是註解 註解意思是這一行不會被執行 但是你可以留下來 之後你可以再去找一下問題 或者可以把發生問題的地方 再丟回去給那個效益筆 請他解決 有沒有 剛剛我們這個地方出現什麼 情態錯誤有沒有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一行 如果你要讓程式跑回去 就這邊往前 有沒有 執行一下 你可以跟他講說 這個發生錯誤13 你直接跟他講13 他就知道 發生錯誤13 在這一行出現 那他會自己幫你改 如果你暫時覺得這個不影響的話 那沒有關係 你可以給他一個單引號 OK 然後再讓他繼續跑 好 跑完了 所以這一行出錯對不對 那沒有關係 我看贏不影響 如果不影響的話 那我覺得就沒有關係 最後的話基本上呢 他跑出來 跑出我要的結果 那這個結果看起來 其實也知道 也可以接受的 OK 有沒有 好像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其實你說要不要 改不改那一行 我覺得不影響 不影響 其實這樣其實也OK了 只是說 你說老師 我們不是說要圖說文字嗎 那我在想 他應該是沒有圖說文字的 這個寫法 所以他就直接給我資料標籤 OK 然後呢 我講的是說 要把最大一部分的 這個部分炸開 結果呢 他炸開了 好像不是最大耶 反正剛好顛倒 卻是最小的 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 當然如果出錯 你也可以直接跟他講 不過 如果這樣看起來的話 為什麼出錯呢 其實理論上 應該是這個地方出錯 那各位可以發現 他這個瓜弧1有沒有 這個瓜弧1指的 就是你要炸開的那一個 那到底炸開那一個1 他指的是這一個 可是如果你要下一個 那我看一下 我如果把它改成2 會不會是正確的 因為這個是1的話 那下一個應該就2 你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改成2看看 那我再執行他一次 這個要把舊的刪掉 再出現這個錯 1 max 更正一下 這個不能改 這個一樣是保值1 所以應該是這個 max index 那假如說出錯 修改的方式大概有幾種 第一個就是說 你可以在這個程式的前方 要是我來出錯的話 我會在這個前方多一個中斷點 中斷點就是讓程式執行的時候 先停在這邊 讓我看一下程式的一些細節 然後我把它執行一下 跑一下 程式停在這裡對不對 那我要確認 為什麼他炸開的時候選錯了 基本上你可以把游標 放在這個叫max index上面 應該就有答案了 max index裡面呢 它出現是12 為什麼是12 那為什麼12是 那我猜 這個地方應該就 12應該指的就是大同區 所以如果這樣算過來 中山區應該是第一個 所以這邊 我想應該只要改一個地方 應該OK 你可以直接乾脆把max index 直接改成1就可以了 你現在游標放max index裡面 它的值是12 所以意思是說 把這個圓形圖裡面的第12個 把它炸開 所以如果假設 我直接改成1算了 1的話我想應該就是中山區 然後呢 把它expression15看看 那你這個時候 可以把它再執行一下 按上面的執行 有沒有發現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有的時候 我覺得你們將來 可能會比較有問題的應該 他給你的 就是恰比給你的程式 大概95%以上 應該都是可以正確 但是多半會有一些 不太正確的地方 需要修正 怎麼修正 說真的有的時候 你們目前還沒什麼除錯能力 不過我大概就是 邊遇到問題 我就邊跟各位講 除錯的方式 那要是說呢 這個你假設 不知道怎麼 除錯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剛剛發生的問題 你可以直接再丟回去給他 就是像剛剛 炸開的那個部分 你可以跟他講說 我炸開的應該是第一個 結果你給我最後 你可以跟他講說 炸開的這個 炸開最大的比例部分 錯誤 有沒有 然後 應該 是第一個 這樣子 OK 那1的話我是建議 用1 這個他比較看得懂 我發現他1 他中文有時候看不太懂 好 那試試看 就把這個問題有沒有 直接再丟到下方 請他修正 那你會發現呢 他這個地方 他也會馬上幫你改 不過我不確定說 他會一次就改正確 因為理論上 有的時候他多改幾次才會正確 有的時候改了兩三次 最後才正確 一次好像不見得會正確 不過看一下好了 看他會不會真的這麼厲害 剛剛我是直接就改這個 max index 這個變數 他還是max index 有什麼 有差嗎 他有改嗎 先不管好了 把它直接複製好了 OK 那直接把它貼上 看一下 他有的時候改很多次 還是改不正確 那一樣的問題 他有沒有把那個 避免錯誤這個 這個可能他自己手動刪掉了 這個不需要 好 把他run一下 這個我手動先刪掉 OK 好 那最後再把它跑一下 這個形態錯 我把這個先註解一下 這個先不管 所以我發現我們還是最後 乾脆直接自己改算 其實這個地方 其實直接改1就可以了 OK 好 然後這樣過 OK 應該沒問題 所以我是建議 你如果要炸開這個的話 你乾脆把point死 有沒有 如果他給你是一個變數 你自己改1就可以了 上面這個應該是 這個找出比例最大的資料 這個我是覺得這一段程式 甚至你都可以把它刪掉 應該也是沒問題的 因為我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 為什麼出錯 可能你自己要有 除錯能力的 暫時我們先 這個部分先不管它 OK 好 那理論上應該這樣就完成了 好 那應該把這個先刪掉 我拋好看 應該是OK的 所以最簡單的改法 當然就改 把point死 後面這個改 改成1 這樣子 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OK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圓形圖部分 比較麻煩 那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未來 產生VBA程式之後 我是建議有一些地方 細節 有幫助各位學習VBA 那我待會再講一下 我們先下個休息 待會再來看